台湾现代艺术大师李希奇画展色艳的盛艳李希奇 5月23日在香港名画廊开展 李希奇1938年出生于金门 是台湾现代绘画运动的先驱 曾获得多项国际艺术大奖 其风格多变且媒介多元 在艺术界由画坛变调鸟之称 本次共展出了39幅李希奇创作于1989年至2017年的作品 包括水墨 奇画 版画三种不同媒介 其中2005年以后发表的本位新发系列作品 以类似七桥版的组合形式不成画面 却并出所有框架限制 体现了画家对艺术的不断创新和突破 李希奇表示 近来自己身体欠佳 但还是希望将艺术创作继续下去 我年轻的时候到现在 没有别的 就是一心投入艺术创作 我希望我的艺术生命还能够继续下去 展览开幕当天曾为李希奇书写传记 《色艳的盛宴》李希奇的艺术和人生艺术的刘登汉表示 李希奇曾经经历艰难困苦 但一直坚持艺术创作 十分值得敬佩 我们从李希奇的一系列创作当中 看到中国的传统艺术 怎么样在和西方的现代艺术结合当中 走出它自己的民族的东方的艺术道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